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松鼠科技,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免费方向的方法,也是一个4K机场,是白飘云 下面呢,咱们介绍一下它的一个优缺点,优点呢,就是速度也很快,而且比较稳定,这边我已经使用大概有四五个月了,然后它也有这个免费的一个节点 另外呢,就是注册呢,它就送这个50G的一个流量,然后迁到呢,目前来说就是迁到流量比较少了,原来比较多,原来都一两个G,现在都几十兆吧 这个不一定,另外呢,它也支持这个奈飞,大家观看奈飞的话,可以用这些节点 然后呢,就是官方说是这个,你在七天签到一次,否则的话就给这个清号 使用环境呢,需要一个这个翻墙的一个环境,下面呢,咱们看一下这个松鼠科技网期内容的一个清单 目前呢,一共是分的十块,下面呢,咱们介绍一下这个电脑端 科学上网,这个,这个黄色的是推荐的几个这个VPN,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七八九VPN,这个是破解版的,但是一直可以用 嗯,这个是4K的这个机场,也就是机机机场,这个呢,整体来说也比较便宜一点,注册送四个G流量,这是每个月送四G的一个流量 然后这个是Mac VPN,这个,呃,我一直使用的就是这,是谷歌浏览器的一个这个插件 这三款我使用的比较好用,其他的不是说不好用啊 其他的可能我测试的时间短一点,也就是说有可能就只测试了就是,呃,两到三天 可能有很多功能或者是内容还不太,呃,还没有发掘吧 所以大家其他的也可以自行尝试一下,关于这个稳定性这一块,然后这边标注稳定的,一般都是官方提供的有这个免费的一个节点 嗯,速度呢,需要大家自行测试,标注破解版的呢,一般就是网速比较快,但有可能过一段时间都不能使用了 所以结合这个稳定性和这个速度,大家自己把握一下 下面咱们看一下这个手机版的,手机版的目前有22个方法 然后推荐的是有四款,第一款是这个789VPN,第二个是这个自由鸟 这个第三个是这个蓝灯专业版的 然后这边是这个雷霆加速器 然后我说一下这个雷霆加速器,雷霆加速器需要推广这个好 就是推荐15个人,然后免费使用 而且他这个不是给账号绑定的,而是和机器绑,和这个机器就是你手机的型号 绑定的,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推广不到15个人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你的推广链接留到我的这个就是视频的评论区吧 有空的话我会给大家这个字顶,别人看到吧,可能就会这个注册 另外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可以装那个手机模拟器 然后手机模拟器哈,你注册完之后 然后可以再改一下这个手机的一个型号 然后又可以注册一个,一会我给大家就是说一下这个有相关的这个模拟器 在这个通通网面上,一会给大家自己带一笔吧 就是简单说一下 下面呢,咱们看一下这个上网办公的一些技巧 这个主要是看视频,下载视频,或者是这个网盘之类的 另外就是一些这个聚合类的一个导航 然后一些这个小工具,免费观看内飞的一个方法 然后这边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朋友做的一个付费课程的一个推荐吧 主要是这个得到喜马拉雅网易等这些课程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 下面呢,咱们回到今天分享的这个内容 然后这边是他的一个地址 嗯,咱们复制一下吧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这个软件合集的话呢 给大家直接在这个浏览器上给看一下吧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软件的一个合集 刚才说的这个模拟器就是这个雷电模拟器 然后他这边有这个安装包 大家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然后使用也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这个大家就可以去改这个手机型号 就是改一个你安装一次 就是算一次 然后这边都是一些常用的比较好用一点的这个软件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 你看这种免费下载这个百度文库的 然后另外到时候这些软件 我也会这个分这个节目到时候会给大家一一的一个介绍 目前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浏览一下 你比如这是一些这个各国各个版本的这个抖音 下面的咱们就打开这个介绍的这个机场 大家看一下这是他的一个注册的一个页面 基本上这个注册页面都差不多 这边直接填写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给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他这边50G的流量注用完的话 大家可以就是多申请几个邮箱 然后就是多注册几个账号吧 意思就是 这边就是需要填一下这个验证码 这个是可以操作的 下面呢 咱们就登录一下 然后我这边已经注册过了 好 咱们可以登录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官方的一个页面 然后整体来说 这些机场 这个页面都差不多 然后咱们就大致介绍一下吧 因为这边 第一个这边也是下载这个 属于这个使用端嘛 比如这个SSR 他的SSR 然后这边有对应的这个平台 一些这个介绍 所以大家就是看的话 可以自己就是这个尝试一下吧 然后咱们这边介绍 还是这个Windows 使用这个SSR 来这个介绍 然后他这边介绍 有个这个是7DM不签到会 这个3号 然后下面呢 咱们看一下他这个邀请链接吧 邀请链接这一块 也就是注冲 也就是注册一个人是 嗯 获得20基的一个流量 然后获得一块钱的一个初始基金 然后这边是 然后有5%的返利 邀请码 这是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邀请码 放到我这个视频下方 如果你需要置顶的话呢 给我留言 我帮大家这个置顶 然后咱们看一下他这个 嗯 节点 咱们稍等一下 到最后再看 然后他这边有一个使用教程 也就是说他这边你出现什么问题的话了 可以在这边先找一下这个解决方式 看还是比较详细的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他的一个这个 嗯 节点列表 然后咱们这个等一会再看 咱们看一下他这个购买套餐嘛 大家看一下这个便宜的也就是6块钱一个月 然后他这边是 然后 无限制 啊有100G隔机的一个流量 那6天应该是 30天应该是用不完呢 整体来说他这个也不是很贵 比如月套餐就是这个6块钱呢 然后三个月的就是16块钱 然后这个是一年90块钱 整体来说价格也不贵 大家这个 还是我说的 你如果就是想追求这个 比如你一上就想看那个4K的一个 一个视频 嗯 就推荐大家就是购买一下 如果你简单的就是看个视频 浏览个网页没必要 好 这是他的一个价格这一块 下面呢 咱们就试一下他这个节点 我们看一下 然后节点也是 比较多的 还可以看一下 像这种标红的就是这些节点就 呃就是负载就是比较高了 大家就是不要使用 就用这种了 大家可以看在 这个台湾的就支持奈飞的 这个也是支持奈飞 这四个节点都是支持奈飞的 而且是这个颜色 也就是说用使用的人比较少 这是一些这个高数的 大家看一下免费接力还是很多的 这边是这个捐赠 也就是付费的付费的一些这个 节点 下面呢 咱们就测试一下吧 咱们添加一个这个新加坡的一个 节点吗 然后咱们点击这个二维码 但我这边就不不使用那个订阅了 因为有感觉太多的话了 这个端口太多的话了 不太好管理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边先扫描一下 因为我这边原来添过两个 这个白飘云的一个链接 这给大家就是演示一下 大家看一下 已经扫描过来了 这边是这个新加坡的一个节点 好这边已经添加过了 咱们切换一下吧 咱们切换一下这个服务器 白飘云 这边使用的是这个美国的一个节点 咱们切换成刚刚用的这个 新加坡的一个节点 然后再切换成那个新加坡的一个节点了 咱们打开这个YouTube 咱们数一下这个10k 好 咱们随便选一个吧 选一个这个视频 好 好 这边已经加点了 咱们跳过这个广告 那么是这个节点可能 可能不这么好 咱们先试一下这个1080p的 嗯 这个节点应该是没有我刚才用的这个白飘云美国节点那个快 因为这感觉就加载的比较慢一点 咱们切换一下吧 所以他这个节点还需要你自己这个 这个 增变一下 咱们用这个美国的一个节点 再重新试一下 看一下这个感觉是很快就就加载出来了 咱们再测试一下这个4k 好 这边已经加载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来说 还是 就是晚上测试 你看这个1080p的也是不卡顿的 好 咱们就暂停一下 然后咱们回到这个页面进行总结一下 就是整体来说呢 这个白飘云使用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而且比较稳定 这个免费节点呢 他也送这个 50G的一个流量 然后也支持奶飞 如果你这个50G的流量用完的话呢 大家可以准备多准备几个邮箱 来重复这个注册 另外呢 就给大家提醒一点 就是 你有空的话就是欠一下到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你到时候有流量 再给这个这个 清号给清掉 就不太好了 然后呢 整体来说就是 这个 这个白飘云也是很值得推荐的 然后 如果这个50G流量就是不够用 大家 也可以开通他们的一个 那个 付费的一个套战 就是6块钱 100个G 30天 也挺不错的 好 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